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女子转世19次 在此复活后热情奔放地追求前世爱人 甚至跟随对方来到墓地 却不成想看到自己前世的墓碑 瑞霞来到桌园的墓前 芷莹看到她为自己悲伤的模样 一时感慨重生 来人来到漫天飘散花瓣的地方 芷莹希望此般美景能帮瑞霞忘记烦恼 以后每当瑞霞遇到不开心的事 都能回忆起今天这片花景 瑞霞嘴上依然说着丧气话 但表情却显然明朗了许多 回去的路上瑞霞询问芷莹喜欢什么 只要是瑞霞喜欢的 她一律爱屋及屋 瑞霞就是她的喜好 瑞霞表明芷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芷莹并不气馁 她会单方面继续追求瑞霞 离开途中 一辆大卡车从两人车前经过 瑞霞看到大卡车 网热回忆浮现脑海 她开始呼吸急促 痛苦地呻吟起来 瑞霞逃到车外 在芷莹的安抚下 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 很快到了朱元的寄人 这天晚上 芷莹和大婶喝着酒 酒过三旬 经大婶的提醒 芷莹才想起来 今天是自己的寄人 同时也是瑞霞的生人 芷莹立即去找瑞霞 此时的瑞霞也正陷在痛苦的回忆中 自从朱元死后 每一年生日对她来说都是惩罚 她总是会想到 当年身亡的朱元 芷莹冒雨来到瑞霞面前 只为说出那句告白的话语 芷莹知道生日时收到的告白 一定会永生难忘 瑞霞见到如此勇敢的芷莹 突然想起了 那一年在泳池边 瑞霞询问朱元是否喜欢自己 朱元回答 等到瑞霞生日时再告诉她答案 这时瑞霞家里走出一个女生 竟是雕元 而雕元俨然一副女主人的作派 芷莹也不清楚眼下情况 不知雕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瑞霞转身进窝 将雕元赶走 男人因此爆发了争吵 雕元今天特意来给瑞霞过生日 她清楚地知道 瑞霞心里的伤痛 正因如此 还更加坚持要为瑞霞庆生 希望她早日走出痛苦 但瑞霞从不配合 总是将她拒之千里之外 说完 雕元带着蛋糕离开 芷莹还在门口徘徊 直接问出雕元是否喜欢瑞霞 还没等雕元回答 芷莹抢先表达出自己对瑞霞的喜欢 芷莹的回答也是模棱两可 芷莹认为她也喜欢瑞霞 时光落魄地回到家 将这个噩耗告诉大婶 两姐妹喜欢上同一个男人 这下可麻烦了 芷莹不由地感慨 这或许就是转世间隔时间太短 带来的弊端 上一瞬她刚死去就转世投胎 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代表着她前一世没活到既定的年龄 在中途突然死亡 这意味着上一世的朱元可能死于她杀 次日 芷莹照常去上班 在停车场遇到瑞霞 她一路小跑向对方 看着向自己奔赴而来的芷莹 瑞霞脑海里回想着芷莹的表白 见到瑞霞呆愣在原地 芷莹一猜便知 她想到了自己的表白 在瑞霞面前 芷莹总是一副热情奔放的模样 整日围绕在瑞霞身边 仿佛她就是世界的中心 但被知音认定为情敌的芷莹 也开始频繁出现在瑞霞身旁 最近瑞霞在未重振酒店忙碌 芷莹作为投标的承包商 为了拿下业务使用了化名 芷莹顺利被选中 来到酒店参加会议 这是瑞霞才知道入选的竟是芷莹 瑞霞丝毫不给芷莹面子 把芷莹两在一边 接着把道运交进办公室训话 责怪她没有事先确认好 就定下承包商 芷莹听到瑞霞的训伤有些难堪 一旁的知音悄悄关上办公室的门 芷莹难免心情低落 但还是故作坚强地 和知音打了招后才离开 芷莹没走几步 蹲在地上哭泣 知音上去安稳 芷莹换上一脸笑容 希望知音能帮自己带句话 她这样做没有其他目的 只希望能尽一己之力 帮酒店起死回生 知音看到妹妹受到伤害 心里不免有些心疼 于是她约雕园网上见面 两个女生一起聊天 分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 慢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雕园坦白 她对如今喜欢的人是一见钟情 这话让知音觉得奇怪 她记得雕园第一次 见到瑞夏的时候 还是个小女孩 看来早熟的妹妹 从那时起就喜欢着瑞夏 雕园继续说着 她喜欢的人有记账的习惯 热爱生活 喜欢做饭 开车技术很好 知音越听越不对劲 这和她印象里的瑞夏 根本不是同一人 知音恍然大悟 原来雕园喜欢的人不是瑞夏 而是道远 雕园一直想要接近的人 也是道远 终于解开误会后 知音的心情瞬间轻松起来 同时雕园提醒知音 喜欢瑞夏并不轻松 她的心里有个难以跨越的障碍 那便是姐姐周园 此时道远和弟弟在家祭拜父亲 兄弟俩的父亲早逝 道远早早地肩负起了照顾弟弟的责任 父亲和朱元差不多同一时期去世 当时在灵堂 道远就见过朱元的家人 以及穿着病号服前来看望的瑞夏 道远和瑞夏是同校同学 他们一直知道彼此存在 但从未打过招呼 直到有一次瑞夏降入道远 请她帮忙给雕园送伞 两人才慢慢熟悉起来 放学后道远去送伞 雕园见到她的瞬间 眼睛一亮 雕园也是个急性子 她直接两张告诉道远 自己对她一见钟情了 回忆完与道远相遇的过程 雕园拿出了和姐姐的合照 对志音细细诉说着 有关姐姐的往事 她口中的姐姐 拥有美丽的外在 丰富的内涵 是个十分优秀的女生 志音听着妹妹的诉说 感慨万分 聚会结束 雕园喝醉了 志音送她回家 在出租车上 雕园安静地 躺在志音腿上睡着 志音温柔轻抚她的头发 就好像小时候那般 志音把雕园送到家门口 按下门铃后 立即跑到一边躲起来 她悄悄看着母亲出现 把雕园扶进家中 母亲还和以前一样 志音恍惚间出现了幻觉 她好像看到母亲 来到自己面前 认出了自己 母女俩喜极而泣 紧紧地抱在一起 瑞夏来找雕园 却看到志音在门口 抱着一团虚空 满面泪痕 爱伤地喊着妈妈 瑞夏叫醒志音 志音回头的瞬间 一滴泪水滑落 这熟悉语气 让瑞夏想起了 记忆里的中原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 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